各位午安 我是劳保局桃園辦事處的代表 我姓黃 黃色的黃 那今天呢 在這裡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有關於劳保給付的一些相關的 可能要提醒各位的地方 那因為今天的人數有點眾多 所以可能我們的簡報內容 原則上是針對大方向來講 那如果說有一些細節的部分想要了解的話 可能之後就是必須到辦事處詢問 或者是打電話 都可以得到答案 那原則上呢 我們就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我們就直接開始說明 第一個 原則上呢 我們劳保局主要負責 針對 大家可能比較有相關的三 是三個部分 一個是勞保的老年金庫 一個是勞工退休金 一個是國保的老年年金 好 這樣 好多了 好 這樣好多了 好 那因為我們今天在場的人員啊 原則上我推測大概會有三種情況 一種就是其實你已經符合老保的老年金庫一次退的條件 這是第一種對象 第二種對象就是說 你還不能符合老保一次零的條件 但是你的老保的年資有15年以上 那這時候你可以考慮就是用財家的方式綁在老保局 好 我等一下後面會講 那第三種就是你不符合老年金庫 你的老保的總年資也不到15年以上 那可能就是在你沒有找到工作的期間 可能會被納入國民年金 所以原則上可能會有這三種情況 好 那我會大概照這三個分類大概的解釋一下 好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也許有人已經符合所謂 老保老年金庫一次零的條件 好 那這個條件大家看得清楚嗎 可以齁 好 那我簡單說明一下 基本上呢 比較多人符合的退休條件是 第二個 第三個跟第四個 二 三 四 這三個條件 是大家比較容易達成的 就是你有符合老保一次零的條件 好 第二個是說 你的保險年資滿15年 年滿55歲退休 好 這句話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年齡要幾歲 要55歲 第二個 年資要幾年 要15年 第三個就是很多人會忽略的 叫做退職 什麼叫做退職呢 退職的意思就是說 我原本有在上班 但是我現在不上班了 叫退職 這三個條件都要符合 你才有符合老保一次零的條件 好 所以因此類推 第三個條件 在同一個投保單位參加保險的年資有25年 你有沒有發現這句話裡面沒有什麼的限制 沒有什麼的限制 沒有年齡的限制有發現嗎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你在同一個投保單位工作的夠久 就算你現在只有45歲 請問有符合 老保一次零的條件嗎 這是有的喔 如果我在這家公司工作了25年 雖然我現在45歲 我還是有符合老保一次零的條件 OK 好 第四個 第四個就是 老保的年資滿25年 年紀滿50歲退職 好 我們後面有個括號喔 是不是不用同一個投保單位 所以這三個條件裡面 只有第三個是指 同一個投保單位 其他的都不是 比方說 現在各位可能就是 目前還是華映的員工 那你之前可能有在別的公司上過班 請問這些年資會不會累加起來 會喔 會累加起來 好 你從上班的第一天 到你退休的最後一天 這些年資全部會累加起來 就是你的老保總共的年資 好 這是第一個部分 好 第二個部分就是 大家知道老保除了一次零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叫什麼 叫做月零 月零就是每個月零前 然後零終身 好 那大家對於一次零跟月零 常常會混淆 一次零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狀況 那月零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這張表格 基本上你只要是上面這張表格 你看懂了 原則上 怎麼問你 你應該都會回答 你應該都知道 好 月零跟你的老保年資 你只要是 的關係 比較沒有那麼的 怎麼講 沒有那麼密切的關係 你月零老保年資要15年以下 好 你就可以選擇月退 那它的重點在什麼 重點在你可以什麼時候月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46年資以前我們先舉例說明 46年資以前的人 好 請問我們法定的月退年齡是7歲 這邊有答案 46年資以前的人 法定月退的時間點是 60歲 好 那可以提早嗎 可以提早嗎 可以喔 請問可以提早多久 最多可以提早 5年 所以最快最快它什麼時候可以月退 它最快最快是55歲 那提早有沒有什麼小小的缺點 有喔 你應該知道 我們提早一年會怎樣 金額會 減 4% 提早兩年呢 8% 提早五年呢 20% 20% 對 好 所以大家就有這個概念 好 那我們問喔 假設你今天是48年資的人 請問你的法定月退年齡是幾歲 62 幾歲 62歲 對 你把指導表拍起來就無敵了 然後你就可以回答 你左鈴右舍的問題了 48年次 法定月退年齡是62歲 好 可以提早五年喔 所以它最快什麼時候可以禮 最快是57歲 57 這邊這邊這邊 好 48年次的最快57歲可以禮 怎麼突然 一陣 你做碼 看一下 應該沒有做碼喔 好 好 那在座的應該有很多51年次以後的人對不對 好 51年次以後出生的人 不管你是52 62 72 82 好 這些人全部月退的年齡都是 65歲 最多提早五年 所以最快是60歲 好 這個是老馬退休的問題 那如果在座我提醒一下 如果在座你已經有符合老馬一次領條件的能源 你可以帶著你的身份證 到我們桃園辦事處做試算 我們可以幫你做一個試算的服務 那還有第二個重點要提示 因為 華藝到時候可能會開給各位 被自願離職證明 好 所以你們各位有可能去辦所謂的失業警戶 好 那要記得一個重點 如果今天你要辦失業警戶 你就不要先來領退休 因為你退休一旦領走了 失業警戶就不會發囉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 其他不記得沒關係 這件事一定要記得 你要辦失業警戶的話 千萬不要把退休領走了 你可以先去辦事業警戶 那 他會幫你介紹工作 也許你順利的找到工作 那如果說經過一段時間 還是沒有順利找到工作 你再回頭考慮一次你的這個時間 要不要把這個錢領走 OK 好 第二個叫做我要講的叫做勞工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就是我們常常說的6%的部分 6%就是 我們要求老闆每個月 要提勞6%的錢到個人的賬戶裡面 那這個賬戶可以帶著走嗎 可以 可以 他跟救治比較不一樣 救治是不能帶著走的對不對 假設你從華裔到另外一家公司 你在華裔的這個救治的工作點子 就沒有什麼功能了 好 所以就後來有心智的產生 那請問心智是 幾歲可以領你知道嗎 因為常常有人會 講不對的時間 心智的部分 60歲 60歲 60喔 不是65喔 因為常常會聽到有人說65 心智的部分 不管60歲那個時候你有沒有上班有沒有工作 都可以來領 那跟誰領 跟誰領 跟我們領 跟老老局領 好 那時候60歲的時候就跟老老局領 這個心智6%的部分 好 好 那這個第一個狀況我講了 就是你已經符合了你退休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我剛剛說的啊 因為在座的有一些人可能 還沒有符合退休對不對 所以第二種可能性就是你可能暫時 好 那有沒有條件的限制呢 有不是所有的人想要放在老老局都可以 有三個條件的限制要麻煩大家注意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狀況 那第一個這邊 第一個就是當然你要有公司非自願離職的證明 如果你是自己離開公司可不可以 不可以 如果我是自己離開的 不是非自願性的 是不行的 好 第二個條件 你的保險年資要15年 請問這個保險年資指的是 是總年資還是您在華映的年資 對總年資喔 比如說你之前可能在 台積健上過班 然後到華映上班 這些年資全部算在一起 只要有超過15年 就可以 這是第二個條件 好 第三個條件 你還不能一次離 比方說我舉例 我現在老保年資是24年 那我已經50歲了 請問我有符合一次離的條件嗎 沒有對不對 那我可以加在老保局嗎 可以 可以喔 好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現在一樣是50歲了 然後呢我的老保年資有26年 請問 我目前可以用 才家的身份 加在老保局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呢 你這個條件你不符合 你已經可以怎麼樣了 你已經可以一次離了 OK 所以才家是這個條件 要麻煩各位稍微 看一下自己的狀況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狀況 可能就是 帶身份證到我們這邊做查詢一下 這是才家的部分 那才家的部分呢 法令規定是兩年內 就是你退保當日期兩年內 隨時要來加保都可以 好 這樣目前這邊OK 好 那這個很多人問 這兩個我們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 我在華裔可能我的薪水很高 我可能是投保最高的45800 可是我現在就是暫時沒有工作嘛 我的老保家在老保局 那我的投保金額可以 降低一點嗎 或者是 我的投保金額本來很低耶 可是因為我快要退休了 我想說 不然我就把投保金額加高一點 這樣子可以嗎 原則上都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來這邊才家 他的投保金額 就是以當時 你最後那家公司 離開的投保金額 就用那個金額做加保 好 然後你在加保的期間呢 沒有辦法調整 沒有辦法調整投保金額 就是一直維持 好 那保費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財家在我們這邊感覺有好處對不對 因為你的老保年資會繼續往後累加 可是有一個小小的缺點要讓各位知道 因為你們在這邊加保 已經沒有公司幫你們負擔保費了 所以你個人要出的保費是 80% 會有點多 就大概是你原來付的保費的4倍 比如說你原本老保費是500塊 所以有可能會接近 2000塊 這個是缺點要讓各位知道一下 好 好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部分 如果說今天你順利的在老保局加老保 那如果說我今天後來到了別的地方工作 或者是移民到別的地方 那這個加保的資格有繼續生效嗎 是有的 好 我們這邊整理一些就是可能平常比較突然問的問題 然後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 第二個 呃被保險人如果是 資遣的話可以透過哪些單位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其實不只勞保局有辦 有好幾個單位可以辦 給你們看一下 原則上有這三個單位 就是原來的投保單位 那當然目前可能 你目前現行的狀況的人是沒辦法 那第二個就是 勞保局有委託一些職業工會辦 好 那第三個其實我覺得第三個是比較方便的啦 因為就是直接跟勞保局接洽 好就等於說用財家的身份在勞保局加吧 好這個OK嗎 好到我往下囉 好 那這個是針對年資還蠻長的人 剛剛我是不是有提到一個退休條件 就是說 假設我 同一個投保單位 我的勞保年資已經有24年好了 那我現在被資錢了對不對 我家在勞保局 那 請問勞保局可以讓我加廣告什麼時候 知道嗎 不限制的一直有後加嗎 沒有沒有沒有 勞保局 財家的部分只能加到你符合你自領的退休條件 也就是說 如果你同一個單位 25年對不對 你現在差多久就滿了 差一年而已對不對 所以勞保局會讓你保反這一年 就是到25年滿 然後就讓你辦勞保退休 好沒有辦法無限制一起加下去喔 好這是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就順便講了 好就是勞保的老年年金他是沒有年資的上限喔 所以我才加才加一樣可以一直加保一直加保一直加保嗎 不行 他就是只能加到你符合 一次領的條件 好這邊OK 好 下一個 這個剛剛事先給我講過我們就跳過喔 好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 會有人問 那我勞保 頭髮在勞保局 請問我的權益上面跟一般的勞工有什麼樣的差別 基本上勞保的部分沒有差別 比方說我舉例 女生會懷孕生小孩 那假設 你那個交保期間 你懷孕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懷孕了 那你可能 因為懷孕可能到10月嘛 好就沒有了 然後你現在加在勞保局 那你生懷小孩之後你可以加勞保嗎 對不起可以你生育警部嗎 可以可以 基本上你的權益沒有什麼大的差別 只有一個地方要注意就是 這個 你投保在勞保局 有一個警部是你領到的 叫做傷病警部 傷病警部是什麼 不要說我今天生病住院 或我今天工作受傷 我沒有取得原來的薪資 我可以跟勞保局申請一個叫傷病警部 好但是呢 你現在是用 財家的身份 接待勞保局啊 請問你有薪水嗎 你本來就沒有薪水對不對 我們就暫時放在這邊嘛 好你本來就沒有薪水 所以當你有發生傷病警部的這個保險事務 你是沒有辦法申請的喔 那其他的 都可以 跟一般的 加保的員工都是一樣的 好 好 然後第七點就是 請問我 才家在勞保局 這是一種選擇嘛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 常常有人在櫃台問 我可以去工會家寶嗎 可以嗎 好工會家寶有沒有條件 是沒有工作的人就去工會家寶嗎 不是喔 是你今天是沒有一定的老闆 什麼叫做沒有一定的老闆 比方說齁 你今天是開計程車對不對 請問你有固定的老闆嗎 沒有嘛 你沒有固定老闆對不對 每個上車的客人都是我的老闆 他要付錢給我 對嗎 好所以呢 你是屬於無一定的雇主 那你就能在相關的 職業工會家寶 好不是指 沒有工作的人就跑去職業工會家寶 所以不能掛名家寶 你要實際上有從事相關性的工作 才能在相關的職業工會家寶 然後累積你的老闆年資 好 那這個也是很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說啦 我們剛剛就說有三種狀況 第三種狀況就是 你還不能退休 但你的年紀又不夠15年 你可以來老闆去家寶嗎 不行對不對 沒辦法對不對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你就會被納入一個叫做 國民年金 國保 就是說你只要超過25歲以上 你沒有軍公教的身份 你沒有勞保 沒有農保 你會被納入一個叫做 國民年金的保險 他是強制性的社會保險 那常常就會有人問我啦 可是感覺國民年金的保險的項目 跟他的錢 感覺好像比勞保少很多 對沒錯 因為 國民年金他是最基本的社會保險 所以如果跟勞保來比的話呢 基本上 勞保的各項福利 跟他的 以後年老 情景的金額 都是優於國民年金 所以那當然 如果你年紀很輕 因為你看滿的年資不滿15年 表示什麼 換個 那個 樂觀的方向想 就是你很年輕 你很年輕 找到工作的機會 應該是 比較大的 所以呢 就是反正你暫時沒有工作 你也沒有辦法 才加在勞保局 就會轉成國民年金 那等到你找到新的工作 加勞保之後 國民年金 他自己就會 停掉 所以呢 就是 原則上 你能夠找到工作 能夠重返職場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好那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剛剛有沒有講過 我還是講一次再就好了 請問 你現在去辦事業局 會不會影響到我以後退休的錢 會嗎 不會 不會喔 這是房間很多流傳錯誤的訊息 基本上你領事業局 完全不會影響到你老年退休的部分 這是兩筆單獨的 單獨的錢 不會互相影響 所以 各位可以放心的去申請 好 有問題 我剛剛有的人偷偷放旁邊 我聽到他為什麼了 我順便講一下 好剛剛有人針對第二點有點疑惑 他說 那個勤領失業給付不限次數嗎 我可以一直領一直領 我都不要去工作 一直領一直領 一直領嗎 當然不是啦 他的意思是說 不是說一生中只能升起幾次失業給付 我沒有這樣的規定 他有一個時間段落 你過了那個時間段落 他一樣可以升起 可是因為那個比較細節了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在這邊 這麼詳細的講 但是就是一個觀念是 沒有規定一生中只能領一次失業給付 然後失業給付的錢 也不會從 勞保給付的錢扣掉 這兩個重點 OK 好 好 那國保的部分就是我剛剛跟你說啦 如果說你暫時沒有任何的保險會被納入國民年金 那當然還是鼓勵各位有機會就重返職場參加老房 好 那最後最後這個是我最不希望你講到的部分 就是如果最後公司真的有問題的話 有可能各位會用到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部分因為他的表格的內容跟相關的資料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把它放在簡報檔裡 那不過最後面我等一下會給各位一個就是我們台北各個業務單位的一個分機的號碼 你可以把那張拍下來 就是如果之後有相關的問題可以直接打電話到業務單位問 好 各位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答案 好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們勞保局的桃園辦事處其實是在地的一個服務單位 但是呢我們所有的勞保承辦人都是在總局 就是我們台北 好 所以呢我們這邊 提供給各位的是 我們這邊有一個 我們總局的電話 那相關對應的分機在這邊 好 如果說各位對於業務上有一些可能比較細節的部分想要了解 尤其是所謂 之後 可能會用到公司電廠只是可能啦 那你可以把這張簡報拍下來 上面都會有對應的窗口 可以提供各位就是相關的資訊跟服務 好 那這張 各位OK嗎 好 好 那原則上我今天大概就是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大概就講到這邊 那如果各位有一些比較細節的問題想詢問的話 可能就是可以打電話 或者是到我們辦事處詢問 好那也希望 各位最後都能夠得到滿意的答案 然後也希望各位的 這個 就是跟華藝這個直接的關係能夠圓滿的解決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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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